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这位女士的手相 手指聚拢不见缝隙 做事谨慎认真 但是无名指有点偏斜 过于偏斜过于明显 一般的话代表事业容易起伏 婚姻容易波动 无指一般醉洗绣长 指爪有收 冰主相配 不能说是冰客主 主呢,我们说这个是君臣相左的格局 就是中指,是君 其他手指为臣 一定是中指要长,最长 最忌讳的就是偏斜 伤残,缝隙比较大 等等这种特点 我们看这个 右手明堂处低洼 长色红润,三线深长 一般的话 做事原则性非常的强 运势比较平顺 一生不断钱财 地纹分支比较明显 从小体力稍微偏差一点 地纹在三分之二之处分叉比较明显 提示在五十岁之后 要多加注意身体的健康 人纹 智慧线在三分之一处 有一处小型的导纹 看见没有 这个黑色箭头所指的地方 有一个小的导纹 尾端又出现分叉 一般容易记忆不佳 患有心脑疾病 这点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多加注意 那么玉珠纹清晰直上 不过线过两桥 并且跟人纹和地纹 以及其他的辅助纹都构成一个柴库 这个三角性 红色的线条所组成的这种菜库 代表事业步步高升 采运的逐步风浓之向 天文感情线清晰深长 并且具有天文朝旨的格局 一般的话代表恒心大 重情义 并且心性比较高 心性比较高 利于创业 这个天文本来就是副事业线 天文分叉三角纹比较明显 并且分支跟智慧线相连 像这种注定是婚姻不顺 容易为情所伤 包括你看很多这种链条纹路 这种纹路特征的就是 即使不离婚 夫妻之间也难以同心 同床一梦之相 我们看这个 结婚线有两条 一长一短 形成二婚纹 手上有两条结婚线平行发展 并且长度基本相同 则预示此人属于婚姻不幸的类别 即使不离婚 也有可能婚后双方分居多年 最后才能够结合 实际上是 这位原主是25岁结婚 31岁离婚 这个首相的一些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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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